哈囉大家好 我是柏比 今天呢要來跟大家聊聊 我們看房初期 差點被騙 來下巨大海鯊屋的故事 這九十的拍送嗎 這是你知道超級多人都留言說 想要看就是這件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就決定說好 那這支影片呢就想先優先 在其他影片之前一定要先拍好 在開始之前呢 要麻煩大家幫我按讚訂閱分享開啟 小鈴鐺以上這些平台 有興趣都可以去追蹤 有問題要問我話上來一起講吧 反正我們去年開始看房的時候呢 看的第一間 我們當時就非常非常喜歡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個經驗 就是你一走進這間房子 你就覺得說 哇你很知道說你要怎麼樣去使用它 你要怎麼樣去調整它的那個感覺 OK早就我們那時候看的一間很喜歡 再加上價格非常的便宜 我們就真的一看就覺得說 好想要買這間房子 但是呢 我們當時最一開始是覺得說 那個仲介的態度我們沒有到很喜歡 就是最一開始那個仲介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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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這態度上面沒有很好 所以我們就找了另外一個他們同體系的仲介 跟我們就介紹說 那一間房子 然後在我們請第二個仲介帶我們去看之後呢 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那一間房子是海沙屋 但是 其實這個是仲介應該要告知的事情喔 就是仲介它必須要告訴你說 假設這間屋只是海沙屋 或者說這間屋只是輻射屋 它是必須要事先告訴你的 只要它們有檢驗過 然後呢 我們才發現原來這間是海沙屋 而且第一個仲介 它不景態度不好 它還沒有告訴我們那一間是海沙屋 所以說我們就開始陷入了掙扎之中 因為真的覺得那間房子又便宜 又很喜歡 可是是海沙屋 難怪這麼便宜 後來就在想說到底怎麼辦呢 這個社區我們也有去看其他的房子 但是其他的我們就沒有不喜歡 就是有比方說 從四樓走到八樓 我忘記耶 反正就是那個社區就是 3123啊 沒有它是 應該是456 可是它就加蓋到變成有45678 呵呵呵 反正就是一個沒有 它只有112而已吧 112跟345 你在說哪一間 就是那種重樓啊 上下跌的 沒有啊 它就是我們 它就是不同洞 它有不同的那個啊 反正就是上下 反正就是 走到最後以前要走八樓 就對了 這走八樓啊 所以就是爬樓梯爬到八樓 那真的是 反正後來那個社區其他間 我們也都沒有很喜歡 而且因為我們第二次去看的時候 就已經發現它就是海沙屋了 那既然是海沙屋的話 其實其他間更是根本都不用考慮 就是光是原本那間 到底有辦法也就不一定了 於是我們第三次去看 然後再決定到底要不要下落選的時候 七一就做了一件事情 它就是把天花板上面的封板 前燈拆下來 看原始的天花板的狀況 它當時就跟我說 如果拆開來看到裡面 有鋼筋裸露的問題 我們就不買 就這樣 所以說第三次去看房的時候 然後它就把那些前燈拆下來 然後用手電筒照天花板裡面 結果呢 鋼筋的確是裸露的 那時候就覺得說 有點心灰意了 因為當時真的很喜歡那間房子 那回家的路上呢 就一邊心灰意了 一邊沮喪 一邊又開始上那個 找房的網站 又在那邊開始看說 到底有什麼物件嗎 結果呢就看到一間 非常非常棒的透天別墅 後來找到這一間透天呢 它因為空間大 採光也不錯 又有庭院 又有無暇車位 所以我們也是第一次看 就覺得蠻喜歡的 而且它通風也很好 頂樓也有view給看 我記得我們好像看完 就第一次 那個房仲就要叫我們下落選 因為有時候看房子是這樣子嘛 但你看的房仲是一個人 但是那個房子本身 他可能有專門負責那個房子的房仲 然後我記得負責那個房子的阿姨呢 他就一直跟我們說 叫我們趕快下落選 因為我們這樣子先下的話呢 我們是搶先是第一組下落選 後面還有一組人也要下落選 這樣子的話我們順位會排在前面 到時候如果出價的話 我們會比他們的順位 在更前面一點嘛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好像也很快就下了落選 而且因為呢 我們之前有就是上一間房子的欠車之鑒 所以我們就非常認真的問那個房仲說 像這一間有沒有海鯊的問題阿 那個房仲還非常非常閃聽節諜跟我們說 這個社區呢 他們也沒有任何海鯊的問題 這個你不用擔心 在我們下了落選金之後呢 房仲就一直說 另外一組下落選的人 他們一直在出價 價格一直在往上喊往上加 就一直叫我們說 就如果喜歡這些房子的話 趕快把握阿 趕快就是往上喊往上加 然後說這個價錢還是很划算阿 還是很值得阿之類的這樣 但因為我們就覺得說 他往上喊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就覺得真的不太合理 再加上我們也並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有另外一組在往上喊的人 當時我們就看到說 同一個社區還有另外一間在賣 然後只有在特定的房屋網上面有 就是其他所有房屋網都沒有這一間喔 只有某一個房屋網有這一間 然後價格比我們原本看的那一間便宜大概兩三百萬 我們就想說那不然去看看這一間阿 如果說這一間屋況OK 只稍微差一點點的話 就買這一間也無所謂還便宜兩三百萬 那如果說這一間屋況並不好的話 其實原本那一間搞不好也並不需要考慮 因為它可能存在相同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約了那間房價比較低的房子的房仲去看房 結果10居現場看房之後 我真的是覺得 還好 還好我們有再去額外看一間 真的是一開進它的車庫裡面就是驚奇點販賣 真的超誇張的 就我們這樣一開進它的屋下車庫 發現它的樑是裂掉的 我們看過這麼多房子喔 我從來就屋晃再爛什麼的 就是整間像廢墟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樑裂掉的房子 所以當時進去我就覺得說 感覺就已經很不妙了 畢竟是涼裂掉欸你們有看過涼裂掉的房子嗎 然後停了車的時候想說 啊不是啊人都來了 我還是得就是上去看看嘛對不對 結果上去之後呢 避癌的地方避癌 那避癌是多多少少會有的沒有辦法 幾乎每一層樓都有樓板塌陷的問題 就是等於說你在一樓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二樓的天花板是掉下來的 然後有非常大塊的鋼筋裸露 我們進去的時候真的是超傻眼 因為這間房子百分之百是海沙屋 它不可能不是海沙屋 但是呢 我們原本看另外一間的時候 那個房獸卻告訴我們說 喔沒有這間沒有海沙屋的問題 這是因為啊其實海沙屋的問題是 你有沒有去檢驗 你才能夠有證據說它是不是海沙屋 也就是說今天這間房子 它就算是海沙屋 只要你沒有被檢驗出來 它就可以不用跟你說這是海沙屋 就算他們可能知道這就是海沙屋 但是它還是可以不用告訴你 我們後來去看那間跟原本的那間 它是在同一排 然後頂多就是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隔兩間吧 中間只隔兩間面的房子 我覺得是一號跟七號 對不對 其實七號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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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七號跟一號 那個是一號 後來看那個海沙屋 所以反正就是中間其實只有隔兩間而已 同一個實行蓋的房子 同一個社區 同一台 它不可能建材不一樣 它不可能蓋的方式不一樣 也就是說其實這間房子有問題 它隔壁的隔壁的隔壁一定也有相同的問題 它不可能可以逃過一間 只是因為隔壁的隔壁的隔壁 它稍微有在修閃 所以我們現在從外觀是看不出來 它有這些問題的 但是呢 看了這間就發現 這甚至不是普通的海沙屋而已 這是超級嚴重的海沙屋 關於海沙屋要怎麼樣避免跟判別呢 這個我會之後額外再拍一集特別講 因為我們看了這兩間之後 我真的是 超有陰影 以至於我對於海沙屋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關於什麼順向坡啊 這些東西 我都做超級多功課 就因為真的是 一開始才剛開始探訪兩個月而已 就已經遇到了幾間海沙屋 然後又差一點被騙買了下來 對這件事情就非常的小心 在看完史上屋況最差的房子以後呢 大家可以看看這就是205包 我們就馬上聯絡原本的那個房仲 就跟他說 價錢我們沒有要再往上加了 我們就不買了 然後我們要把我們的斡旋金拿回來這樣 結果我們一講這件事情之後呢 負責那間房子的那個房仲阿姨 他就非常非常緊張 我們要去拿斡旋的時候呢 我記得他還問說 欸可不可以上你們的車一下 然後就在那邊跟我們講一些 有的沒的記得嗎 嗯 對他還坐上來 然後那時候我們其實已經看完 就是那間很爛的房子 我們臉非常非常臭 然後阿姨就上來看 他一直想說 喔我跟你說啦 另外那個出價的人有沒有 他們現在好像房貸會有問題 怎樣怎樣 然後就跟我們說 我們可以買到的機會比較大 我們只要再加50萬 我們就一定可以買到那間房子 可是因為我們已經看到旁邊的屋況知道說 OK所以這邊整排全部都是海鯊屋 你就覺得說 我幹嘛要花那麼多錢買海鯊屋 我原本那個價錢我就不要買 然後你現在還要怎麼再加50萬 而且到底是我們一說我們不出價 他就立刻說 另外那個人 喔什麼貸款有問題 或什麼 這其實整體而已都讓我們覺得 非常的不舒服阿 就會覺得說 你會不會其實也是 從頭到尾就會騙我 但當然我也覺得 因為他們可能 貪心小五一直往上加 所以說我們才會發現 喔 原來那個社區 他可能有這麼嚴重的問題存在 所以呢 這個故事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如果說你在某一個社區 看了某一間房子 覺得非常非常喜歡的話呢 你一定要去看 同一個社區的別間房子 你才會知道說 有稍微整理的情況下 跟他比較原始的屋況 他原始揮水的狀況 大概是怎麼樣 那有些是正常的揮水 我就有樣說 可能稍微有點油氣剝落阿 或者說稍微有一點點避愛 在台灣有避愛是難免 可是如果說 有鋼筋外露阿 樓板卡線阿 涼烈跳 可是鋼板板 如果像這種拉皮過的話 我是天花板風險 一定要把燈拆起來看 因為天花板牆壁不太會掉 因為天花板地心裡面的關係 它會掉 所以天花板最準的 對 所以像這個呢 我們也會再拍一集 跟大家講說 你去看房的時候 要注意的那些眉眉角角 就是你要注意的一些細節 比方說像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就是你把 牽燈拆下來看 裡面天花板實際的狀況之類的 因為很多房子 它可能是比較舊的房子 但是它是有拉皮過的 就類似這樣子 這個我們也會另外再拍片 然後我們新手看房子 我們這裡也都會再拍片 因為真的是 我們這樣看了一年來 真的覺得 一開始一直遇到這種事情 真的超級灰心 就一而再再的三被人家騙啊 就是它不告訴我們海鯊屋 實際上是海鯊屋 或者說 它真的不是海鯊屋 但基本上就是海鯊屋 就這種狀況 所以真的是看到很有陰影 那後來真的就是 對所有事情都做了很多功課 所以就是也都可以拍片分享給大家啊 那如果說 那大家有想要看什麼 關於買房啊 或者說看房的一些問題啊 新手買房 大家要注意什麼事情啊 之類的 也都可以留給我 或者說一些裝潢沒有問題 也都可以留給我 最後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或者說你有遇過什麼 奇葩看房經驗 欸這我超好奇 搞不好我們這樣子徵求留言 就可以拍一集 哈哈哈 搞不好大家都有很多 荒謬的看房經驗 然後呢 我們所看過的惡靈古堡 藍鬍子地下室跟照片老師 這個呢 我會額外獨立拍一集 因為他們也是值得獨立一集 我拍照片 我都拍照片 哈哈哈 就這樣囉 掰掰